各位弟兄姐妹你們好,我們又開始今晚的《言經》的討論會 我們有什麼方法有能力,建立靈命的能力 就是我們怎樣能夠建立靈命? 而我們講過第一就是從聖經的話語和應許有能力 大家看到的筆記是C,就是看我很多文字,但有ABC 就是我們的能力,第一是從神的話語,神的話語有能力 第二就是聖靈的帶領和聖靈次能力,第二點 第三點就是親近神帶來能力,就是多讀經親近神,愛慕神 深信神,喜悅自己親近祂,這點很重要,親近神的時候 很深信神,喜悅我們親近祂 而且我們常在耶穌裏面,耶穌也常在我們裏面 我們就多結果子了,就是說我們想有這個能力去建立人 如何建立人的靈命呢?為什麼有能力呢? 第一就是聖經的話語和別人解釋 和別人去查聖經,也都能夠我們講說話的時候 說出神的應許,人可以體會到聖靈的能力 神的話語的能力,第二就是聖靈的帶領和能力 就是我們有聖靈充滿,也都多親近神的時候 就會有聖靈的能力去幫助人的靈命 譬如我自己在我經歷聖靈充滿之後 我發覺幫人的靈命是快很多的 也都幫我更加懂得用聖經去幫人 第三就是親近神,其實親近神和聖靈的能力是相連的 因為聖靈的能力是從親近神而來幫我拆開 就是我們怎樣有能力呢?就是我們親近神的時候可以有能力 然後第四就是弟兄姊妹同心討告和建立靈命帶來合一的力量 這就是弟兄姊妹同心討告帶來的力量 在《士道人傳》二章四十六節 那裡說他們天天同心合意行設的在殿裡 且在家中抹餅,存著歡喜誠實的心用凡 讚美神得眾民的喜愛,主張得救的人天天加給他們 由《士道人傳》四章三十一節 《討告完了聚會的地方震動,他們就都被聖靈充滿,放膽講論神的道》 那這兩個經文都是講到基督徒合一討告的時候 帶來的能力 即是我們基督徒一方面我們有神的話語 第一,第二是聖靈的能力 第三是親近神的能力 也都是弟兄姊妹一起討告的能力很大的 譬如有些人會發覺在報道會 那些人特別感動的 譬如我們有一個姊妹剛剛有分享 如果大家上網上直播 我呢,在我的Facebook那裡直播 都有他的見證的 就是講到他在一個報道會的時候 他就很感動地就開始哭 然後他後來聽到耶穌跟他講話 只是說你是有福的 那他就很感動很感動 後來就信到耶穌了 這個就是在報道會都不止一個人這樣說的 是很多人都說在報道會真的很感動很感動 那有個原因是為什麼呢 因為有很多人一起 都是想其他人能夠信耶穌得救 所以他們一起都有這個心去討告 一起的心渴慕神 那時候神的動作是加強的 原來基督徒集體討告的力量 是非常之有能力的 而我們呢,譬如經歷聖靈的忌應指揮也是 的,譬如我自己呢 我是很敏感聖靈的同在 那我自己發覺 我在聚會之中我祈禱 是跟我自己一個人祈禱 是有分別的 當我在聚會中祈禱的時候 我即時感受到能力 流過我 即是整個人感受到那種震撼的能力 和喜樂,在家裡我也經歷喜樂的 但是那個震撼的能力 在集體祈禱在聚會的時候是不同的 那我也都去過宣教很多次 在宣教的時候 我發覺那個祈禱的能力是非常之強勁的 那我有一次呢 其實都有很多次不同的經歷 就是呢 我曾經是 在一個地方 我就 帶著一群弟兄姊妹很渴慕神 他們都真的很渴慕神 當我們在這樣祈禱的時候 當我一帶領的時候 他們集體一起祈禱的時候 立刻有些人 就跌在地上 經歷到聖靈的能力 那有些人可能 不知道聖靈的能力 可以這樣 就是你可以感覺到的嗎 人身體會跌下來的嗎 那這個有聖經根據的 約翰和保羅 當他們看到榮耀的耶穌 聖經 中文聖經就翻譯做跌倒 但原文其實是跌倒 就沒有說到向前還是向後的 只是他們跌倒 那就是神的同在會 會令到人站不到 當耶穌被捕的時候 他說我是 那些兵兵就退後倒在地上了 那在舊約也都有 《彈以利書》說到第十章 當這個有一個白色衣服的人物出現的時候 他就即時是站不到 那麼在歷代治下第五章 也都說到一百二十個祭司 當所羅門獻聖殿的時候 神的榮耀充滿的地方 他們都不能夠站立功績 那麼當我為那些人 就是我講到我宣教的時候 為那些人祈禱 因為他們很渴慕 當我們祈禱的時候 他們很明顯經歷神的能力 是非常之強勁的 即是有些人即時是經歷很大的喜樂 很大的能力 很大的安慰釋放 那麼有些人就直接是 我們都沒有按手祈禱 他們已經經歷到神的大能 跌在地上 而那個改變是 是祝福來的 即是他們更加熱切愛主 更加被神更生 因為有時候有些人不知道他們 到底他們經歷了些什麼呢 如果他們能夠告訴你 他們就告訴你 真是經歷很大的平安喜樂 那麼這些經歷是真實的 很多人他們聖年充滿都會有這些經歷 那麼我自己試過很多次的了 很多次在一個聚會帶領的時候 尤其是那些人渴慕的時候 神的同在更加強烈的 那麼現在我們就看一看經文了 《士囊傳》二章四十六節 他們天天同心合意行徹的在殿裡 者仲家中脈餅 全著歡喜誠實的心用 讚美神 一眾人的喜愛 主張得救的人天天加及貪圍 我想大家講一下 在這裡講到他們有多少樣行動 他們有多少樣行動 他們日日 同心合一 對了 同心合意 非常好 即是他們同心的去親近神 OK 跟著下去了 還有些什麼呢 你可以繼續講都可以的 不用一定要分開人講的 謝師兄的姐妹可以繼續講 或者其他大英姐妹可以繼續講的 抹餅 讚美神 然後傳福音那些人得救 嗯哼 OK 那這裡講到就是他們天天 第一是天天天天 那有些人都會說 嘩他們這麼不幸呢 這樣 那這個相信呢 就 就是有些人上班 就是他們都要上班的 不過他們 上班 和現在上班可能不同的 譬如有些是耕田的 那耕田 那耕田就可以去聚會 огр Ter它們 不需要 奸田跟普通人 就是普通人的工作 日日早晚得照九晚五 他們也沒 precise 那他們呢 那他們呢 就天天 同心合意 可以行撌的 就是呢 它們不是這樣 沿著 prop於 communities 而是行心 行心的 在殿裡面 和牠蹬賅 跟牠 help 就是一起領受聖餐 祂紀念主耶穌為我們釘死,流出的補血 然後存在歡喜誠實的心用飯 這個就是講到他們領盛餐 大家很開心,是喜樂的 喜樂的心用飯 這個也是講到他們領盛餐 誠實的心,因為他們真誠親近神的心 然後他們就讚美神,一起去讚美神 得眾民的喜愛,當他們這樣做的時候 眾民都歡喜了,很歡喜他們這幫人的表現 他們的愛心,他們的喜樂 主張得救的人天天加給他們 這裡講到那些人得救的過程是怎樣 這裡講到 天天 是天天,但是這裡的經文講到他們得救的過程 事實上是怎樣發生的 即同身祈禱,很重要 OK,這個就是那個開始,就是他們做的事 我現在講到他們得救的過程,經文講什麼呢? 主張得救的人天天加給他們的過程是怎樣? 得救的過程 趁自己帶他們過來 再講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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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 神給他們的 是的,就是神就將得救的人加給他們 但是我又會問大家 他們有沒有去做事呢? 有 他們做什麼呢? 全福音 即是說到大人得救 是的,這裡其實是暗示的 他們沒有說出來 但是我相信他們不是 即是說天天只是讚美神 領聖餐,那些人就自動走來他們聚會裡面 那有可能有些的 不過呢,我相信他們都是真的有全福音的 那聖經這裡沒有記載 那外面全福音和神同在 大家可以給錢去愛 可以讚美 同心 是的 渴慕的心 OK 是的 那我想再講一次 就是這個經文本身 是沒有講到他們全福音 不過在士徒行傳其他地方 是有講全福音的 這裡沒有講 只是講到神 將得救的人天天加給他們 就不是好像 就是讓他們看得到是神做功 但是不代表就是說 他們個個只是領聖餐讚美神 那些人就自動走入他們的裡面 因為由士徒行傳其他地方 我們看到他們真的有全福音的 但是呢 這裡就講到一件事 就是說 神真的是很主動 就將一些得救的人加給他們 就是很吸引人去到他們的群體裡面 那這個是當時的情況 那這個情況呢 第一就是他們親近神 他們多親近神 就是神的同在祝福 我曾經去新加坡的一些教會 他們都有這個教導的 他說這個教導是什麼呢? 就是在聚會裡面聖靈充滿 以至那些人來到之後 就會很想停留在這個教會 就是很想留在這裡 因為那些人會感受到神的同在 是有神強烈的同在聚會 是有分別的 那大家有沒有這個經歷? 就是你發覺去一些教會 他們是有多親近神的 多去討告的 多去讚美神的 你去到聚會 你有沒有覺得同一些教會 比較少親近神的 少讚美的 就是每個教會都有讚美 不過多還是少 還有有沒有投入長時間的 大家有沒有感受到不同的地方? 有 你們可以回應 有 是的 你說特別可以大家一個心去看無 還有可以同心去投入 去敬拜 去討告 那個靈是更強的 還有你感受到 是很平安 很舒服 神的很大的同在 是的 就是說 當一班人很投入祈禱的時候 是可以感受到平安 感受到神的同在 和能力 和那些人的感動 未信的人 他們可以經歷到聖靈 信了的人也可以經歷到聖靈 所以呢 所以 其實一個教會想充滿能力 都是一個祈禱很重要的 就是說 而且集體的祈禱 集體同心合意的祈禱 我剛才說到在報道會 很多時候就有這種氣氛 因為一班人一起去 集體去讚美神 就會發覺神的同在是特別加強的 所以當我們計劃我們的聚會的時候 我們都可以計劃更多去讚美神 讓神的同在祝福那些參加的人 這個就是說 原來 德英姊妹 合一的討告 是會帶來神更強烈的同在和祝福的 另外 《詩囊傳》四章三十一節 這裡就講到 討告原料聚會的地方震動 他們就都被聖靈充滿 放膽講論神的道 這裡就有講他們 傳呼聲 上面的經文就沒有講到 但是這裡有講到的 而講到他們 討告之後 有些什麼發生呢 大家講一講 這個經文就講到有什麼發生 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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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接著呢 聖靈充滿他們 是 接著就很有膽量、勇敢、講神的說話 OK 好了 這裡的聖靈充滿 就好像在一個聚會 他們投入討告之後 地震動 接著他們就被聖靈充滿了 所以這裡這個我們就會說是一個 一個短暫的時間 短暫不一定是說幾分鐘的 可能是在他們整個聚會的時間 或者聚會之後的一段時間 他們可以經歷到聖靈充滿神的痛在 強烈的痛在 我曾經教導都講過 聖靈充滿是可以有長期的 例如初期教會 選了七個執事 是被聖靈充滿 即是說他們長期跟神有一個密切關係 然後這裡所說 在一個短暫的 在聚會裡面 他們投入祈禱的時候 就有神強烈的同在 接著他們就被聖靈充滿 就放膽講論神的道 即是說原來 當弟兄姐妹集體 投入祈禱的時候 神可以做很大的工作 先說一方面就是聖經有這麼說 另一方面就是 弟兄姐妹也有分享一些 在當人集體祈禱的時候的力量 即是說這個 建立人的靈命的力量 就是當我們集體多祈禱的時候 專心祈禱的時候 神的力量會更大 臨在我們身上 這也是可以幫助人 建立靈命 即是那些人參加這些教會 他們通常 神的同在會加強 會加強的時候 就會更大的祝福 那些人更加容易被神改變 OK 那這一方面 有沒有人有問題 譬如 因為我們中間有些人 就會經歷聖靈多些 會明白多些 有些人可能就 經歷少些 可能覺得 是不是這樣呢 有沒有人有些問題想問 我想問 他們平時天天讚美的那些 都應該有聖靈充滿的 但是在那一刻 在那一刻聚會 地震動那裡 又是聖靈充滿 那就是是不是說地震動那時候 那個聖靈充滿是強烈過 它什麼天天同心合意抹餅 那個情況 那 聖經上面那裡沒有形容 上高沒有形容 這個其實 《施倫傳》二章四十六節 那裡 是說了一個普遍他們的情況 而在 四章三十一節 就說到他們 有一個聚會的情況 到底他們平時親近神的時候有多少情況會這樣呢?我們不知道 因為我們從經文都沒有辦法分辨到 其實他們有多少強烈的聖靈充滿,我們不知道 總之我們知道人越多親近神,神的同在越強烈 我們就知道這件事情 到底他們有多少呢?我們不知道 從經文我們不知道 OK?還有沒有人想問? 例如關於一班頂戰會一齊討告有神強烈的同在之下 去幫助人的靈命,因為我們講到幫助人的靈命 大家 就是說原來幫助人的靈命,除了查經 我們一起討告也是一個方法來的 就是在集體討告的時候 神的同在會加強在人的身上 就會帶來更... 就是他會在祈禱之中會經歷到聖靈的更新 就是在集體討告是一個更加強的聖靈充滿 我也說過有時候有些聚會的人很投入祈禱 神的同在很強烈的同在 這個四章31才是講到這種情況 是一個很強烈的同在的情況 如果大家有參加過聖靈的聚會 有時候有些聚會他們很投入去祈禱 讚美神,他們會發覺神的同在是加強在他們身上的 OK,那我就問問大家,對於這件事,對於這件事的現象 大家有沒有問題,有沒有人不明白,或者有什麼詢問 關於這方面,有沒有? 如果有些人,其實在任何聚會都會有某些人 或者我自己也試過,就是被自己的事前繞 在聚會裡面,你很想投入,但是因為被自己的思慮前繞 就投入不了,那怎樣幫助這類型的人去投入呢? OK,其實人都是會有這種情況的 人真是會很容易被世事前繞,於是就會神的同在減弱了 在他生命之中也會有很多的煩惱影響他 其實基本上的處理方法都是有幾樣的 就正如我今早我們講到的時候,講到處理人怎樣可以得到神的安慰呢? 都是基本上是同樣的,基本的方法 第一就是什麼呢?就是跟神有建立心的關係 因為跟神建立心的關係是會有能力的 有能力是激勵他的 譬如我自己是很明顯經歷到,當我讚美神,感謝神 我專心想著神,我是整個人覺得 就是真的有種火熱,有種力量的 也都會令到我不去想任何的煩惱 或者我有煩惱的時候,我去親近神 我就會發覺越有力量,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學習不要吃垃圾了 其實基本上第一就是吃好的東西,就是神的同在 和神的應許 第二就是不要吃垃圾了 譬如有一個人去讚美神,不過他的心 還是時時想著一些不好的東西 那時候呢,他一讚美完,然後又回到那個狀況了 所以一定是不要吃垃圾 就是人所做的事,其實都不會那麼大影響我們 我們可以放手,不用那麼介意的 每天告訴自己,那個人,他有問題 那麽用一句俗語說,我們不用拿屎上身的 他身上有屎,我不用拿去拿他的屎 等到我好像他有問題,他隨便罵人 我不代表我一定要跟著他去隨便罵人的 那這個就是不要受落他的東西 分辨到他的東西是帶來破壞和傷害的 那第三,我們都要處理生命中的問題 譬如說,有時跟那個人相處 或者我們家庭中有問題 我們都要處理的,不只是我們內心處理的 就是我們內心處理,但每天他們都跟我們吵架 那我們可能跟他說,那你想些什麽呢 你想得到些什麽,我們怎麽樣可以幫助你 你會更加開心些 那我們一起都開心些,怎麽樣面對這些問題 那有時有些情況是不能幫助的 有些人真是很固執的 那那些我們只能夠是 仍然對他的愛心 希望有一天神去改變他 那我們接受他是這樣,我們就不放在心上了 那但是有些情況,譬如 例如教會那樣,譬如教會有問題 是需要處理的 那需要客觀的,冷靜的,有愛心的去討論 那先能夠解決問題 即不是說我不出聲就算了 一定要出聲去處理的 那但是出聲也是有一個 怎樣的方法,有智慧怎樣去處理的 那我又回到第一點,就是說到親近神 也是人要學習怎樣用靈禱告 還有學習,在做其他事情都可以用靈禱告 譬如我現在這樣,我一方面在講聖經 那我一方面在洗碗 但是我還有一件事在做的 我在心裡一路歡喜神 是可以做得到的 這件事當我們多操練是可以做得到的 即是真的可以感受到能力 即是我都會有些時刻專注些祈禱 有些時刻沒有那麼專注些 即是有時的mind 即是多些思想的經文 或者有時的心沒有那麼專注祈禱 我是覺得有分裂的 當我專心祈禱 那這個就是因為學到靈的祈禱 用心靈的祈禱 即是去愛慕神,感激神 是更加容易經歷到神的同在的 那這個就是我回答 這先輩子妹的問題 就是有些人有煩惱 那第一,他要學這個靈的禱告 和神建立關係 經常都要感激神 深信神裡面有很多好東西的 我們走到神的路 是對我們人生最好的 那這個第一 第二就是清理他生命中的垃圾 所有人對他不好 或者他自己對自己不好的 他都需要處理的 那然後第三就是 都要實質處理他的問題 譬如他和人制都有問題 在教會有問題 他需要處理 然後才能夠逐步提升 那個聖靈充滿的狀況的 OK?我有沒有回答到你的問題? 有啊,麻煩 OK 還有沒有人有其他問題 就是關於 因為這個觀念 其實有很多教會沒有說的 就是神的同在 在親近神的人當中 是更加強烈的 在詩篇二二篇那裡有說到的 但你是聖結的 是用以色列的讚美為寶座的 即是神用我們的讚美為寶座 當我們讚美神的時候 神是更加強烈和我們一起的 這個是聖經的其他經文也有說的 另外 我們在早上講四年充滿 也有說到 在 撒母義上第十章和十九章都有說到 撒母義那些先知門徒 他們經常親近神 神的同在很強烈 就掃羅去到當中 即時就受感說話了 這也是講到 一些集體討告的時候 神會帶來的工作 所以幫助人屬靈上 我們先講過幾樣 就是一個就是 聖經的話語 第二就是聖靈的能力 第三就是親近神 基督徒集體討告 帶來的力量 譬如 就算我們牧養一些人 或者幫他們的靈命 建立他的靈命 我們都可以 用一些時間去讚美神 他即時會覺得 靈更加平安喜樂 有力量 讚美神之後 覺得更加容易被神去感動和改變的 這也是我們需要留意 就是不要只是說聖經 是一樣 是有祈禱的時候 讓神的靈在這裡工作 OK 好 還有沒有人有問題 那如果沒有問題 我們就去下一點 我想說一點點 我下次就 就是親近神 看聖經 思想 那些經文 那其實那些經文 跟我要想一件工作 是沒有關係的 其實那時候 就在預備一件事 就是要把那個想法 畫成一個圖 跟那些弟兄姊妹分享的 但是我想來想去 都不知道怎麼畫 那就放在一邊先 那第二天就在那裡 看經文 那就是普通那些經文 沒有什麼特別的 怎麼看完之後呢 那祈禱呢 那祈禱的過程裡面呢 就想到那幅圖要怎麼畫 那我想問這些 就是聖靈充滿了 我就想到那樣東西怎麼做 或者是解決了一些事情 是不是屬於這些 是的 這個呢 真的是 神是可以這樣做功的 譬如有時候我們如果預備信息 預備分享 我們有時候就這樣坐著 只想 未必是最好的 我們可以一路討告 多謝天父 多謝天父 求子使用這個信息 首先幫我自己 然後幫人 這樣呢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有時候呢 親近神的時候 神就會給我們一些意念 我們怎樣去教導的 這個是真的 即是無論我們做什麼 或者我們很煩惱也好 我們可以親近神得力 即是 是我們 學習 從神 親近神而得力 亦都同時 我都會說的 亦都同時 處理生命 和有聖經的話語 來幫助我們 譬如有些人 就是這樣的 他有些問題 他有些錯誤的觀念 他不開心 他的錯誤觀念是什麼呢 唉 我做錯事 我做錯一些事 我現在很不開心 我日都不開心 我以後都不開心 我以後的生命都不好了 這些其實是錯誤的觀念 因為神沒有說 你做錯一件事 你就以後都是不斷地內疚的 這個他需要聖經的處理 亦都同時他親近神 即是這兩樣 思想聖經 和親近神 這兩樣是可以一起做的 就會幫助人的靈命 更生 即是不只是靈的工作 亦都有思想 從聖經的話語 那裡得到幫助 OK 好 還有沒有人有其他問題 想問的 我想問一下 叶牧師 你說思想聖經即神的話 然後都可以思想神的 有沒有說 怎樣的容易逃入 能夠與神 與主啊連結 好像知之離於葡萄樹 那好一點那些 例子 就是方法 我自己來說 我覺得很重要的方法 有幫助 是 是 信心 信心 信心是什麼呢 就是信聖經所應許的真實的 聖經說 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 基督已經為我們死了 神的愛就在這裏顯明出來 那我們就知道 即是我們未信耶穌 神已經單戀我們 億萬年了 這個世界未有之前 神已經單戀我們了 永遠都在這裏單戀我們 愛著我們 所以我們就 由這些經文 我們知道 神一早在愛著我 神很想和我一起 我一親近神 神就搬到不得了 以這個心態去親近神 是最容易得力的 因為很多人親近神 是用人的觀念 我要求神 因為很多宗教 譬如他們做一些樓梯 一級級的 一步步的跪上去 就覺得你要做些事情 神才聽你祈禱的 他覺得好像靠人的功德 但在聖經裡面來說 就不是的 主要就是我們相信 聖經所說的說話 我們發覺耶穌讚那兩個人 他的信心 一個就是那個伯父長 就是他相信耶穌的權兵 耶穌一句說話就可以 治好他的仆人 另外就是那個 加南的婦人 那個加南的婦人相信 這個主人戳子上 掉下來的睡渣兒 就是狗都會吃的 吃了就會得到幫助 就是他相信 在神的手中有任何恩典下來 他都是足夠的 他們不是顯示我要信 我要信 我要好信 有些人以為信心 就是我要好信 好信 我真的好信 好信 就是去摧迫自己相信 其實我就會說是信任 我知道神是這麼好的 我信任祂 我信得過祂 我知道祂一定會照著祂做 所以我鼓勵大家有這個互動的祈禱 一路祈禱的時候一路相信 神現在很歡喜 神現在很開心我親近祂 祂是一定開心的 這個就是信心的祈禱了 信心的祈禱更加容易經歷聖靈的 不要只覺得我要求神去充滿我 是神根本很想充滿我們 OK 有沒有其他問題 謝謝燕布士 我明白了 還有我還有一個想請教的 剛才你說你寫碗 還有一邊有時候講的 那個聖經經文要解釋 是嗎 還有呢 你又可以親近神了 我覺得這個呢 我很想 這個 我覺得是 在日常生活當中很緊要 有時候呢 做事呢 會投入那個東西 有時候做那些不好的思想 飛下來嘛 我現在再去親近神 再打仗 我覺得如果可以用你的方法 一路是親近神 比如說睡覺之前有親近神 一路連於神 思想其的話 就是像一棵樹 真的很成 są 我 heute我想 fertilizer REALLY想做這樣的 我想請教教燕布士 你怎樣能做到 所有方法會好一點 這個是一點 會分身 譬如說一邊洗碗 一邊又會分享 講幾句 給弟兄姊妹知道 一邊又可以親近神 你用什麼樣的方法可以呢? 我很想 其實我這幾年都是用其他的方法 但是我都想能夠多一點 能夠更加的快一點 更生育的 住在神的裡面 能夠支持你葡萄書 很想 擴慕二十四小時 能夠住在主裡面 與其常常親近 我想怎樣才能像有葉姆斯這樣的 OK OK 我聽到了 謝謝你 OK 那麼大家可以操練一件事的 第一就是敏感聖靈的同在 為什麼要講到敏感聖靈的同在呢? 因為敏感聖靈的同在的時候 你知道你做什麼動作是會感受到聖靈的同在 如果當中大家有經歷過聖靈的 你會發現 當我們想耶穌 愛耶穌 歡喜耶穌 你會心中覺得常有的就是平安 慶省 感動 喜樂 有能力 就是之類的經歷 每一個人不同的 那你呢 就 首先你學習的 就是閉上眼睛 專注 那你可以先用我的祈禱錄音 因為你用我的祈禱錄音 你就不用想去說什麼 那你自己懂得怎樣說都可以的 你的心就是專注耶穌 你真是好 感謝天父 天父真好 但是最好呢 你就用意念 就不是用言語 因為用言語的時候 我自己發覺不是最高度的親近 不過有些人他不懂得的時候 他都要用言語才行的 有些人他做不到 我來說 我不用言語 祈禱是更加通的 那我就首先練習什麼呢 閉上眼 專心 什麼都不做 專心祈禱 感受到聖靈臨在 帶來的能力 或者是感動 或者是平安 慶省 舒服 我自己來講 我會感受到什麼呢 當我一去想耶穌 每個人不同的 我們禮拜天在聚會我都有問 當時問有幾個弟兄姊妹 我就說 你們有沒有感受到 我有感受到一些東西 我覺得好像腿部好像有些東西 固住那樣的 固住不是控制我 是很舒服的 好像那些肌肉會收縮 是很舒服的 還有覺得有種能力在裡面 也同時又會覺得喜樂的 那這個是我一親近神 我現在一想著耶穌 我都會這樣的 有些人說是邪靈 但是我們更加愛主 沒有理由 我們愛主 我們信靠聖父 聖主聖靈 求主赦免我們的罪 信靠耶穌 沒有理由邪靈先過耶穌來的嘛 我們奉耶穌名聚集 怎麼會是邪靈來的呢 那這個第一就是我們會經歷到這些經歷 這是第一步 窮眼尊心 好了 第二步是操練什麼呢 開眼尊心 因為我們很多時候是 走路呀 洗碗呀 洗澡呀 洗澡呀 擦牙 我們都要開眼的嘛 那我要學習開眼用一個靈祈禱 都可以經歷到那種平安、輕省、舒服、能力 第二就是開眼 第三樣操練 開眼 又在說一些簡單的說話 例如數一、二、三、四 我試過有些做我訓練的人這樣做 一直想著耶穌 一直數一、二、三、四 但一直想著耶穌 有些人來說已經覺得很難了 有些人就會練習到可以一路數 一路數一路想著耶穌 一路可以感受到聖靈的同在 這個感受聖靈的同在 就是好像一種量度那樣 就是好像量度 我現在有沒有經歷到聖靈的同在 然後下一步是怎樣呢 是聊天的 直接討人聊天 在聊天的時候 會不會感受到聖靈的臨在 這個是比較難的 所以是要學到第一步 用心靈去討告 專心的討告 然後第二步就是 是開眼 專心的祈禱 第三就是一路開眼 一路說一些簡單的說話 譬如背金句 或者是數一、二、三、四 都可以經歷到聖靈的臨在 然後第四就比較難一些 就是跟人聊天 或者做一些簡單的事情 譬如洗碗、擦牙的時候 看看能不能做到 做到的時候就盡量提自己去做 做到和投入做是另一回事 因為我自己是 我很敏感到聖靈的臨在 我發覺我一投入 那個能力是加強 然後立刻起落 就是我現在在說 你發覺我立刻笑出來 為什麼呢 因為我現在專心投入 那些氣勢就湧出來 是即時會出來的 那這個就是原來 就是很明顯看到 當我一愛耶穌 是立刻有反應的 聖靈立刻有反應的 那麼我以上講了一個方法 大家可以試一下的 這個方法大家有沒有問題 想問關於這一方面 就是怎樣保持 時時時保持在神的強烈同在之中 我先有一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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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你們說一下 分開說一下 我先有一個問題 是 剛才你說的東西我都明白的 不過我就想 就是specific點 就是怎樣說 是 specific點 指明點 specific 指明點 指明點 就是在拉美第四步 你說你在做事 洗碗也好 擦牙也好 其實那是第三步 那些簡單的 第四步 難一點就是跟別人聊天 譬如說我在做事 分享信息 譬如說 在洗碗、擦牙、洗澡那些 都是在做事 那你的手是在做事 那你的思想裡面 是怎樣去進入靈 親近神 是不是在思想那裡都在想 哎呀神我愛你 我親近你 是不是都在想這樣的事 是不是真的要資而處理 簡單一點的想法 簡單一點的 就是一個單丁意念 譬如喜歡神、歡喜神 因為如果你想很多複雜意念 你就不能一起做事 或者聊天 或者講道的時候你做不到的 是一個很簡單的意念 就是呢 心不是用言語 是神你真是好 很喜歡神 諸如此類是一個很簡單的意念 但是不是一個句子 我明白你說什麼 就是好像一個初戀的 譬如說 男生很喜歡女生 那種不用說出來的甜蜜的感覺 你是不是在說那些 是的 應該這樣說 是一個人很喜歡另一個人 他心裡一直想著那個人的歡喜 一直想著神 就是很歡喜神 OK 明白 這個大愷足夠少 或者有時候就是 另一種想法就是 心向著神 就是心向著神 就是 好像心飛向神 那樣 一路的心 湧向神 就是另一種意念 這個無論你用了什麼方法 是想著神的 喜歡神的 歡喜神的 或者心就是 傾向神的 飛向神的 無論你是用什麼方法 你發覺是 聖靈的臨在強烈 就是你在做正確的事情 那可能有些人用不同的方法 可以 就是 可以 有些人 可能有些人喜歡音樂多些的 容易被音樂感動的 有些人就可能 不用音樂更好的 有些人就用說話 有些人就用意念 那這個就是 我們會看每一個人 就是我們那個傾向 在哪一種方法對你有效 所以用這個 身體感受到 聖靈的臨在 作為一個量度的方法 一個量度的方法 那我用一個英文字 配合這個東西 就是稱它為 Biofeedback Biofeedback是什麼呢 是一種科學的方法 就是 譬如說 有時候幫人 放鬆 那它有個機器 駁去腦袋那裡 就是 黏了很多電極 在腦袋那裡 然後 當它放鬆 它就看到 有個標 在那裡 會降低的 就是說 它放鬆了 那這個 就是身體的反應 幫它去放鬆 而我們 就是身體的反應 幫我們 更強烈經歷聖靈出門 就是說 我們感受到聖靈的臨在 我們用這樣的感受 幫我們知道 我們現在和神的關係有多強烈 OK 還有沒有人有問題想問 有啊 我有問題 因為我們呢 就是 跟著你 就是 讀聖靈啊 親近神啊 有個喜樂的心 出來 我也感受到的 但是 現在我 團契有個姊妹呢 她就 癌症 那個情況 都很差 就是 有 電療化 做完 現在就是 吃不到東西的階段 就瘦了很多 那 她就很灰心 經常說 沒有的啦 就是 神 隨時 接手我 的啦 就是 沒有的啦 很灰心 那 我們其實 有幾個姊妹呢 就會一起為她祈禱的 但是 她還是落在這個低沉的狀況呢 那 其實我們 現在學這些東西呢 有沒有 方法可以 就是 幫她度過這個低沉的時期呢 這個 其實第一件事 就是她思想的改變 嗯 因為她注目在她的病未好 她就 很難在這個時候 更加經歷神的幫助 就是她 她經常都說 哎呀 神都不幫我的 這種的埋怨呢 是會難了神的祝福的 就是 譬如神想她有更多喜樂平安 或者神想減輕她痛苦 或者甚至神想醫治她 但是她如果一直在那裡 哎呀 神都 都不會幫我的了 現在呢 我快要死了 那這種很負面的想法呢 是會爛了神的祝福的 那 快要死其實都可以兩種心態 那 那我今早那裡我都有講過的 那就是怎樣呢 快要死兩個人 一個人就說 我快要見耶穌我很歡喜 那 如果耶穌醫治我 我不用死了 我很歡喜 不過如果耶穌要接我了 那我也很歡喜 因為我看到耶穌我就很開心了 那譬如我自己如果臨死 我就告訴周圍的人 那我知道你會憂傷 不過呢 就 我更加歡喜你呢 就會想著 耶穌一世 就是等了很久就想見到耶穌 我希望 我不是到最後才見到耶穌 我希望我呢 真是能夠 最好 越早越好 見到耶穌 多次見到耶穌 我真是很希望的 那譬如 假設我到那時候都會見到 那我就告訴你 那我遲些會見到 我會很開心的 那這種心態呢 就會更得到神的祝福 那這個人呢 需要有這種心態 就是深信 無論我們發生什麼事 我們愛神 都一定是得到更大的祝福 這個呢 就是提升靈命 就是幫助人看到神是美善的 神是很好的 神一世祝福我們 雖然我們臨死都不要緊的 但是有些人呢 就臨死覺得 哎呀 我又侍奉了這麼多 神都不幫我 神都是不愛我的了 這種懷怨神呢 其實就難了神的祝福的 所以他第一是這個 那有些人做不到 好像我說的那種 就是我想說呢 這種心靈的愛慕神 可以說很簡單 一個小朋友 他就很喜歡耶穌 耶穌真的好 他就可以做到這件事 但有時候有些人呢 就覺得很難做 那這個是因為 人不是這麼單純的時候 就覺得難做了 那這件事呢 如果有些人來說是難 就有個方法呢 就是譬如用詩歌 一邊播一些詩歌 一邊呢 或者看一些耶穌的影片 看到那些人如何得到幫助 就很歡喜耶穌 就是無論什麼方法都好 幫他更加想到耶穌的 都是會幫到他跟神的關係的 那就是因為 不是每個人都去到好像我們那樣 就是有些人來說呢 他們一定有詩歌 才可以敬拜聖美的 我就不是的 我就是我自己單獨 但是一班人都是投入呢 是更加容易的 我不用詩歌的 不過我也都可以用詩歌的 就是這個就是 因為我用個靈討告 我不用一定要用詩歌的 還有呢 他覺得呢 他是不想死 因為他又掛著老公啊 又掛著兒子啊 女兒啊 那些這樣呢 他真的很放不下這些 那其實他理性上面 知道 上天堂見天父 是好的 但是他心靈裡面呢 他是 就是那些牽掛的 子女家人啊 媽啊那些呢 他在這裏是過不了自己的 他在這裏是過不了自己的 這件事呢 上天堂好他都說得到 是 但是那個心就是放不下 不肯 就是不放得手這些 OK 那這件事都是學習需要的 就是說 相信 神會負責所有他的義量的 當人沒有這種信心的時候呢 他是會覺得 好像我要背著那些兒子那樣 這樣做人呢 其實就很大壓力的 就是很難的 那其實呢 神是真的會照顧每一個信靠他的人的 我們不用好像 世界沒有了我就不行的 我們不用這樣想的 世界沒有了我一樣不行的 因為有神就不行的 神會照顧那個人 神會說 你的家人死了 所以我現在不再照顧你 就是不會有這件事存在的 所以這個也是他需要內心的調教 讓他知道神照顧 所以我不用好像 背著家人的擔子 那這個是一個 就是 信靠神 而放手 放心 那他有喜樂平安呢 反而可能他得醫治的機會 好 其實這些 就是你剛才說的那些思想 是不是要用 就是要跟他談的方法 是啊 要的 要輔導的 是啊 就是因為 不是很多人有這種觀念的 就算他回教堂 回了很多年 都未必會 看破這些東西 是 但其實聖經有說的 他說 我寧願離世保羅說 我寧願離世與基督同在 因為這事好得無比的 就是保羅呢 他隨時想去 但是為你們 我留下來 為你們 我留下來是更加好的 因為他說要祝福他們 但是他來說 要到死的時候 他一點都不怕的 那這個就是一個 現康的基督同的心態 就是 寧願離世與基督同在 因為這事好得無比的 也都說 就是 我們人 不要覺得 這個世界沒有我們 就不行了 就算我們有子女 但是 身邊的那些弟兄姊妹 都有一個疑惑 就是 他兩夫妻呢 都很愛主 又侍奉 又從小 帶小朋友回教會 都很虔誠 那些 但是又 就是 在他 叫做 經濟都幾好 的時候 那些子女 又開始大了 就不用自己 那麼勞心 勞力 就得了這個重病 那就是 有時候 我們 就是自己的心 都好像 沒調節到 那樣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他有一個心態 這個就是很多人的心態 就是 好像 人呢 要很老 又死了 才叫做 就是 今世 無悔 是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心態 都好像 八十歲 沒有所謂 但是其實 那麼年輕 那樣 就是 剛剛事業有成 那些黃金時期 那樣 那麼重病 好像 很多人都接受不了這個衝擊 是 那這個 就是 就是 都是需要 調教 輔導 幫他看到神的尾線 那有時候 神都會可以行神職 容易的 就算 中信如刊 都經常有些見證 講到那些人 很絕症又好起來 就是神都可以行神職 在他生命之中 那他 他越想行神職 他就越不要掛淚 他越掛淚 他就越不會見到神職 嗯 他掛淚呢 他的家人 他不會經歷到神職 他就 就是 那個結局 只是死亡而已 但是 如果他 越是說 神你是尾線的 我一切的事交在你的手中 我信任你 你去搞定 那樣的時候 反而他更加容易得福 那這個是 思想進調教 雖然他很 努力侍奉 是啊 但是這個最基本的 信任神的尾線 反而他沒有 就是 他不一定沒有 或者是弱 就是這個 這個教導 幫助人 就是神是很美善的 神是很好 他會搞定一切的 我只要聽話 我做神的 吩咐的事 進入神的計劃 就是最好的 就是不是說 有些人就是外表 我回教堂 都幾虔誠 我有奉獻 我正在做正確的事 神就應該令我 活到七老八十 那種心態就好像 是 神呢 我做了這些基本的事 你就叫我 每件事都 我希望得到的 都會得到 這就是一種 世人的觀念 就不是說 對於神 不是有一種喜悅 不是一種信任 所以很多人 雖然他侍奉神 但是他跟神關係 其實不是很好的 就是他好 不是說不好 其實他裏面好像是卡住 是啊 是啊 OK 好 謝謝 好 那我們今天就到這裡 我們祈禱一下 我們就 就是 大家 你可以 投入放鬆的人 全心全意 相信神 在這裡和我們一起 好 專心愛神 深信神 好喜悅 去感激神 愛夢神 OK 親愛天父 我們多謝你 因為神你是美善的 你極度美好 你充滿恩典的 我們專心仰望你 我們歡喜你 我們喜悅你 幫我們基督徒集體 一起討告親近你 神一定喜悅 神一定做更大的工作 求主幫助我們的心感激你 歡喜你 喜悅你 神所做一切 我們都喜悅 我們都喜歡 我們都深信 走在神的路上 是最美好的 求主釋放我們的靈 求我們心裡興省平安 充滿能力 充滿力量 感謝天父 讚美天父 天父真好 天父我們喜悅你 我們感謝你 我們有你萬時足 當我們有你的時候 生命會更大的祝福 求主施恩 剛才姐妹說到這個姐妹 她是有癌症的 求主你用神職歧視 在她身上行神職歧視 去醫治她的癌症 幫助她信靠你 倚靠你 信任你的美善 深信你是最美好的 叫她讓她得著醫治 求主祝福我們 走在神的路上 時時深信神是美善的 時時深信行神是最好的 深信神會照顧你的兒女 我們的心裏面就不擔心 不憂慮 我們活在神的平安興省 我們就更容易有健康的身體 更容易得著你全面性 祝福我們的生命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感謝天父 我們喜悅你 求主的靈大大囂灌在我們身上 大大充滿我們 求主加力量給我們 與我們同在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感謝天父 Hallelujah 多謝耶穌 多謝耶穌 神與我們同在 神陪著我們 有耶穌萬事足 感謝耶穌 多謝耶穌 Hallelujah 祝福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